新北市三峡则是有一名男子到超商买东西 全程都没有戴上口罩 还辩称说他自己因为身体的关系 不适合长时间来佩戴 无论店员怎么劝导就是不听 还说只有超市人员才需要戴口罩 警方到场规劝他还大声呛警察 其实包括了超市 也算是秋冬防疫专案里规范的八大场所之一 都必须要戴上口罩 劝导不听者最高可罚一万五千元 警方也含报了卫生局 进行开罚 男子站在柜台前准备要结账 但仔细看他根本没戴口罩 远检货报到场他确实装傻 还向远检口气插 上网都可以看啊 新北市都有了啦 看你怎么会那么凶呢 对不对 我觉得你像流氓 只见店员在一旁脸上表情又够无奈 原来几分钟前发现他没戴口罩就已经上前提醒 这些事件发生在周五下午 外星男子到新北市三峡学乘路上的超市购物 供称自己不能长时间戴口罩 不论店员怎么劝导就是不听 甚至还反抢只有超市人员才要佩戴 自己是消费者不需要 还说超市传染风险低 最后店家只好报警求助 经现场民众及店家的劝导无效后 通知警方 警方到场劝导改命男子仍坚持己见 前案一相关的防疫规定 待房所制作笔录 之后会含报这个卫生单位进行采法 一名超市在门口就有贴上警示标准男子确实装傻不理 从去年12月1号起已经实施秋冬防疫专案 八大类室内场所都要佩戴口罩 超市也在管制范围 旅券不听者可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最高吃上一万五千元的罚还 现在警方已接含报卫生局将对男子进行裁罚 接着多谢侯正伦 新北市报道